台湾的书店和咖啡店很多 但同时拥有茶香书香和人文香的 却非常少 禁思书宣是其中之一 全球第一间禁思书宣 2000年诞生在马来西亚 而在台湾第一间走入社区的新舞台禁思书宣 2002年出现在台北市的信义计划区 很多人因为禁思书宣改变了生命 包括以色列驻台代表甘若菲夫妻 还有志邦科技董事长黄安杰 都因此加入自己 台北信义计划区内有著名的101大楼 连锁影城还有世界精品店 这里也有一家禁思书宣新舞台店 从2002年5月1号正式对外营运 是台湾的第一家禁思书宣 那以前早期就会有像禁思小竹 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流通处 那也比较没有对环境上的讲究 那也很感恩之前姚师兄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他依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简单东方创意的一个空间 然后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禁思书宣 禁思两个字也是上人在出家之前 为自己取的一个法号 禁思就是提醒我们人人 都要静静思考生命的方向 所以当你踏进这个地方 它就叫禁思书宣 一来就让你心静下来 二来是期待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能够真正静静思考自己生命的方向 因此书宣里 陈列着心灵励志书籍 还有禁思人文出品的食物和环保用品 而且这里只卖饮料 由于地缘关系 禁思书宣新舞台店 经常吸引社会人士来这里喝咖啡谈事情 很好啊 这里就很特别 不太像一般的这个咖啡厅啊什么的 这个气氛整个都不太一样 你看里面穿着都跟别人不一样 你一看就是实际啊 宁静啊 还有文化气息很高 还有感觉上有一个爱心存在 比如说像以色列大使啊 这夫人 她也是跟其他的大使夫人 约在这里喝咖啡喝茶 当初还是对方约她 结果她进来这边 她就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 对 很特别之以呢 她就去架上看到英文书 她就买了几本英文书带回去 然后大使看到的英文这几本书 好开心哦 她就说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团体 也因此促成了以色列音乐家 大卫迪欧 从2006年开始 连续三年来台湾开慈善演唱会 所得全数捐给慈祭 作为慈善和国际赈灾款项 而以色列驻台代表甘若飞夫妻俩 也成为了慈祭职工 投入建国花式的环保回收工作 满身大汗却满心欢喜 至于大卫迪欧演唱会的第三年 则增加了新竹场次 承办的智邦科技公司 也是因为静思舒宣 新舞台店的姻缘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的一位好朋友 贺承诞董事长 就是前一任的中华电信的董事长 他很喜欢那里 然后他就约我去 然后去了之后 音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那时候不认识慈祭 没有接触过慈祭 想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 怎么样的一个店面 怎么样的一个老板 他怎么能够训练出这样的员工 这样子 有一天青儿就 过年的时候刚好打电话给我说 你在哪里啊 我说我在花莲 他说你要不要来金色 然后就去了 去了见到上人 然后就 就很感动 就看到上人就会掉眼泪 从此黄安杰成为慈祭之工 也催生视讯会议系统的研发 完成正眼法师 进行全球视讯会议的心愿 减少碳足跡 而黄安杰手上 所拿的这本禁私语和小卡片 是他2011年农历新年 送给大陆员工的礼物 总计3000套 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 非常准的 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比抽签还准 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知道 就是说原来慈祭 基金会的那个财务 还有禁私人文 是完全分开的 禁私书轩属于禁私人文 职业公司 里头所贩卖的五股粉和手工肥皂 是金丝金社的法师制作而成 为的是要延续客难慈祭功德会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以及不接受供养的草创精神 所得的板税 除了用来致印 慈祭岁末祝福红包 更是与大众广结善缘的一份信念 截至2011年5月底为止 禁私书轩在全球共有52家店 而台湾像新舞台店这样 非慈祭据典的外店 还有台北和花莲两家饭店内 希望透过更清净自然的方式 与更多人结下一份善缘 让人人都能够禁私 也找到生命的方向